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去分享BG技术的第二款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区 分区呢是前后分区从ETP的位置分到它的二上点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先去定它的长度 那通常定长度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分区都是会分一个前后分区 上一款呢BG技术我们定的长度是1比1.4 这一款呢我们会定到1比1.2 会建立在之前的技术上 然后简单再短一点 那这个长度的相对生活当中而言呢 它就实用性就高一些啊 那1比1.2如何去衡量呢 宽度一梳子为1 然后呢一梳子就是1 那我们找到一梳子的0.2 好1到0.2 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然后呢我们用梳子或者用手指夹着去修建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这一款呢比较短 我们就可以用梳子控制 可以让剪出来的更干净 好来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 按照我们刚刚定的长度 把多余的长度切掉 好 所有头发呢同样的都梳理到后方 后方延伸切平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全部梳到后方去延伸切平的时候 两侧会微微放长一些 那等到我们剪侧区的时候 再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会发现呢 我们去剪六头发定长度呢都会比较快啊 因为呢它后期还要去剪层次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太在乎这个旗线呈现的一个结果 就需要它呈现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把这个脚去掉 好 然后延伸去剪它的侧区 侧区呢 我们可以直接梳到端锤座 延伸后部去切掉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可以去用手指甲去剪 好 同样的定水平的一个效果 再次强调 通常情况下 我们去切 只要不是保留外轮廓的这种发型呢 我们去切底线定长度的时候 都用水平的方法去定就可以了 那有些特殊情况下呢 我们想要去建立一个保留它的一个外线的形状的话 那要根据你想要什么形状 然后去定这个外部轮廓 好 去切平 这个呢 重点就是要去控制好1比1.2的长度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的长度已经定好了 下面的话呢 我们进行结构的修剪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开始它的结构裁剪 首先我们看一下分区 结构的一个分区呢 是前后分区从ETP分到它的耳上点 然后从黄金点分到它耳上点 后部呢 再从它的枕骨分到耳后 然后形成一个后部的上下分区 那这个分区呢 和我们的一个上一款BG技术呢 是一样的分区 但是呢 它的一个操作结构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同样是BG技术 长度不一样 重心是一样的 那都是后短前长 但是呢 它利用的结构 形成后短前长的斜度是不同的 那我们首先呢 第一步还是一样的 先去定出来它的重心 重心落点 那重心落点呢 是三比一 我们需要从它的头顶 头顶的位置 然后到达它最底层 1比1比2这个长度 总长度平均分成四等份 一半的位置是2比2 然后一半的一半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3比1的一个位置啊 好 然后我们呢 微微低头 以这个头发 和我们头发 底线的做连接 OK 和我们下去 最底层的那个头发 提拉45度 进行两点一线连接 好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就给它切掉 完了以后 再次去检查 看它拉到45度 能不能延伸连接好 OK 没有问题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去走它的左右轴 那上一块呢 我们走的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结构 那这款我们走半圆 那半圆呢 同样是2靠1 但是不是拉到平行面上啊 那2靠1呢 又有两种选择 一是2带到1的位置 一个法片的方长 那第二呢 是2靠向1和2中间的位置 那这样会放长半个法片 那上一款我们放长比较多 是走方的 和斜度比较大 这一款呢 我们走小一点的 我们走半个法片的长度就可以了 好 靠向后靠半个法片 2靠1 3靠2 同样的原位向后带半个法片 依然是放长 但是放长的长度会少一些 好继续 这个时候我们呢 一定要记住了 就要跟随头行了 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不中 好 原位向后带半个法片 切完以后呢 两侧的外线会微微的缺掉一些 因为法线高低不同 则是正常的 这一侧手指朝下 原位向后带半个法片 继续 我们的分线呢 可以微微的 倾斜一点 这样呢 更方便于操作 向后带半个法片 好 这一侧 原位向后带半个法片 最后一遍 原位向后半个法片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些缺口 检查两侧的对深度 以及我们结构的形状 是否完整 好 还是不错的 简单的清修一下 那么我们修剪完之后呢 提拉起来 它会呈现一个半圆的小锅 什么叫半圆 就是放长的圆 放长的圆 放长的多少呢 我们根据自己想要斜度的大小 去灵活变化 今天我们剪的是放长的少一点 半个法片 好了 第二个区域 我们要以上面这个黄金点头发 和它的下区作为两点一线连接 同样的提升到45度角度 好 我们可以看到导线和下区连接 第一片 最中间的法片 语言位提升 向下45度 好 修剪完 看一下状态 重心落点3比1的位置 好 开始 延伸下区 左轴走半圆 跟随头行 语言位 向后带半个法片 好 拿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语言位 向后带半个法片 追角度 不要拉高 拉高的话 就很容易把我们的层次 呈现的太高 太短 就不是呈现的一个G技术的一个效果了 BG就向后提拉的堆积层次 低层次 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 两点一线 以我们的导线连接就可以了 注意向后偏移一些 不要完全带到原位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操作的话 有很多时候 很容易把这个位置向后带的很多 害怕把侧步减短 当你向后带的太多之后 转角处就会很重 整个头就会变得很宽 为什么会往后带那么多呢 通常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待自己想要减的效果 是没有明确的方向感的 所以不太清楚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分为了 前倾的多或少 它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想要那种美感的选择 然后选择是走方形结构 还是走半圆 半圆多或少 你都是有选择的 就不一样了 好了 我们最上面这个区域 后部的最上面区域 最上面区域 我们就可以把好多的扶正 扶正去修建 来提升平行地面 延伸我们下去切口 继续修建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为什么我们呢 要去分到黄金点 然后再分到ETP 多分出来这么多分区呢 是因为我们要以黄金点的头发 去定整个发型的重心落点 如果说你以ETP 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头发 最表层的头发 去做为这个定重心落点的话呢 剪完以后这会有脚 你还要磨脚 那整个重心呢 它就会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区的原因 你品 你细品 好 左右轴走半圆 上下45度提升 向后偏移发片 呈现BG的技术 那么这种技术 适合什么样的头型 适合什么样的脸型 适合什么样的客人呢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面 都要大家分享到 这里呢 我们就以如何能够把这个结构弄明白 知道这个结构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子 如何操作标准 怎么去解决它的问题 围绕着这个阶段 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去学习 好了 我们后部呢 已经完成了 后部的头发的结构 已经完成了 形成一个 三比一的一个重心 上面是三分的重量 下面是一分的层次 然后呢 前倾的效果 这个前倾呢 有一种半圆 它前倾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自然一些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去检查的侧区 检测区呢 检测区之前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就是我们要去测区点一个方 要形成一个前倾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区分到尔上点 一定要把这个分区分到尔上点 然后继续延伸后区的头发 把这一片剪完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来分享一下 因为尔上点的头骨是最饱满的 如果说是你是分到他耳后 然后直接拉一个侧步方 去切完之后 尔上这个地方就会往上缺一块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分到尔上点 放作为后区去修剪 当我们这样去作为后区去修剪之后 您再拿这个导线去切整个侧区的时候 侧区的头发 他才不会出现耳上那个位置缺一块的一种印象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里切好了 怎么操作呢 把后区头发 尔上点这个头发 拉到正侧方 拉到正侧方 然后45度角度 把它精修干净就可以了 精修干净之后 我们就以它作为我们整个侧区的导线 作为整个侧区导线 那它延伸过来去修剪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好 我们这里看一下 侧区的头发 分成上下分区 从骨粮区的位置 顶骨的位置 然后如何操作 带到正侧方 带到正侧方 45度角度 延伸我们刚刚后部的最后一个法片 拉到正侧方精修的那个切口 去切掉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我们切一个正侧方的一个结构 正侧方的一个结构 它也会呈现后短前长前倾的一个自然流畅的效果 就不会呈现耳上的位置缺掉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前后连接的位置 其中的一个重点 好 切完以后去检查我们的侧部是不是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构 侧方 侧方 来上区头发 上区头发相同的 不要与后区连接 直接与我们的侧部下区延伸修剪就可以了 依然拉到正侧方 我们学习呢 不仅仅要知道不同的结构会呈现什么效果 我们还要去知道这些细节和重点 你才能够把这个法型控制好 比如说连接的位置 你如果说不知道这个细节的话 很容易剪完以后 整个前后的斜度是不流畅的 它就是缺掉的 那我们用刚刚呢 我们注意到的这个细节 那它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呈现了一个结果呢 耳上的这个位置就不会缺掉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流畅走过来一个斜度 就非常完美了 好 那另外一侧一样呢 我们先去过度的把它的后区头 分到耳上 再分一片 把这个地方去修一下 那当然了 我们要是在操作当中 想要更省事的话 也可以再去分前后分区的时候 直接分到耳上 标准的位置啊 我这个呢 是分到了烧片后边了 所以这里要多操作一步 好 继续向后偏移 去延伸后区去修剪 剪完以后 把它的后区最后一个法片 带到正侧方 强调呀 正侧方啊 然后提升到45度 以下区最短的话 把多余圆出来的 多余的碎发 精修干净就可以了 不要去改变它的长度 精修干净 然后再次的分出来 它的一个上下的一个分区 和另外一侧是相同的 和另外一侧的操作方法是相同的 好 这边呢 我就直接剪了 45度正侧方的方向 去建立一个方形结构 也就是我们 课程理论当中 左右轴的四角 好 走正侧方 如果说我们控制这种正侧方 还控制不标准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针对 针对于这种结构呢 多去进行练习 有类似于这种问题 也可以与我交流啊 好来 并角的头发 我们拉出来去 衡量一下两侧的长度 是否对称 好 还可以啊 那么这个两侧底线的长度 是否能够达到对称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的切口是有关系的 当我们去修剪的时候 我们的切口 一边过于内斜 一边过于外斜 那底线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呢 我们在去修剪的时候呢 不只是要去注意左右轴 还要注意我们切口的摆位 是非常关键的 好 这个地方提升水平 延伸我们 延伸我们下去导线 达到正侧方 不再是45度提升了 顶部的头发 我们每一款技术 OL技术 BG技术 FG技术 SL技术 IL技术 其实每一款技术 都会有它的操作特点 也都会有它操作的一些细节和重点 那我们再去修剪组合发型之前 商业发型之前 先要把这些掌握 好 我们呢 进行一个交错的检查 把两侧剪过了 这边带到那边 然后呢 这一侧呢 带到那一侧 那一侧带到这一侧 这样交错的去进行检查 让它达到两侧对阵 好了 那么当我们这样操作呢 我们的结构就基本上完成了 那我们再去进行一些磨角 顶部头发呢 现在呢 由于往两侧提拉 顶部会有一个大角 两侧会比较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微微的去降一些高度 然后呢 去进行它顶部的磨角 那顶部的磨角呢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可以先去前面 然后再去检查后部连接 也可以选择 直接先去连接它的后区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 它的一个前区磨角 这里呢 我们选择先去连接它后区啊 提升到高角度去修剪 找到哪里 找到黄金点头发 黄金点以下不能动 然后去进行磨角 以及把它前后这个位置连接过来 这个切口呢 我们就可以上下走得稍微圆润一点 左轴走半圆 就二靠一 半个法片的位置和我们后部的结构相同 OK 这里也是二靠一 形成一个半圆的结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一个后部的 后部的头发 脚已经去掉了 去完之后这个地方会比较圆润 会比较自然 那现在呢 我们再去作为前后的连接 去掉前区的角 好 那前区的角要如何去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前区 侧区走方 所以我们直接垂直地面 垂直地面向上提拉就可以了 就不用向后偏移了 不用向后偏移 去进行一个磨角 我们先切方 先切方 就垂直地面向上带 把顶部的多余这个角拿走 好 拿走之后 我们希望它更自然柔和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角 再进行一个打磨 如果只是练结构的话 你不去打磨这个角 也是OK的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呢 希望这个发型看起来呢 更加的生活 实用性更强 所以我们呢 去进行磨角 好 那么这里磨角以后 我们呢 再去根据它的一个 刘海部分头发 也给大家去 讲解一下 这个地方的磨角 这样呢 这款发型就会变得 更加实用性更强 好 把所有头发 向前带 当向前带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角 然后我们根据 鼓梁区 然后这个前区和 刘海区和侧区 转角处 向内的位置 跟随头行进行磨角 水平提升啊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刘海 你不管是中分 还是偏分 侧分那个效果 都是非常漂亮的 结构呢 已经修建完了 下面的话 把头发梳理一下 大家大概的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现在输成 它的一个测分的效果 测分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也是非常OK的 你也可以输中分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那这是一个测分的 整体的一种印象 那切下来呢 我会用这个 包裹头行吹风 提拉吹风 还有内过吹风的一个方法 之前给大家讲过的方法 然后去进行 把这个头发吹光 带顺 吹干 然后再去进行 它的一个结构精修 好吧 OK 好了 我们头发呢 已经吹好了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整个感觉 现在呢 从我们的湿发结构 剪完以后 吹干之后呢 是没有动一刀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状态 整体结构呢 是非常紧密的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 它的一个精修 再次强调 那公仔头呢 我们湿发与干化 它的反差会比较小 所以说呢 我们不需要再去打磨了 只需要看一下 如果说有些位置 不是很精致的 你可以打磨一下 那在我们真人身上的话呢 客人身上去修剪的话 你一定要进行 往还原去后 再去精修一遍啊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进行 它的一个法尾的柔和 还有一些亮感的平衡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后部这些区域的头发呢 第一会有一些偏重 那是因为我们剪的是一个技技术 那第二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硬朗的这种硬线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呢 针对这些硬线呢 这些位置 黄音点左右的这些位置呢 可以去柔和下法尾 好 记得我们 我们去柔和法尾的目的是 为了解决这条硬线 不是为了去多少量啊 所以说呢 再去剪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把剪刀呢 去插得很深 而是稍微的浅一点点去进行修剪 那这样呢 我们能够把这个硬线去掉的同时 还保留了这个区域的亮感 很简单快速 后部的头发我们就处理OK了 处理完后续之后呢 我们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转角位置 转角位置呢 这个地方很圆 我们希望它呈现收紧的效果 然后呢 让这个位置呈现立体感更强 所以说这个位置可以去的深一点点 我们剪刀可以剪的深一些 剪的多一些 让这个地方去掉的多一些 最终这个位置会变得得更容易服贴收紧 然后呢 它会体现出来这种饱满度 以及这种立体感就会更好 这个地方我们耳后的位置 拿出两个法片去一些量 如果想用打薄剪去去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往后看我们的一个课程 会有一节课专门给大家去讲这个 打薄的这个板块啊 我们的进节的沙龙应用板块呢 就会讲到大薄 好 并角头吧 我们去完之后 它就会变得很柔和很自然 刘海位置一样的 轻轻的拿走一些量 然后让它变得通透一点 那我给它吹风的时候呢 我是把它吹成了一个侧分的效果 那我们也可以吹这种中分呀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根据个人的喜好去改变 好 现在没有去到这一边 可以看到它的转角处还是很饱满的啊 而且并角很厚 那我们同样的方法 拿出来转角这个位置 也就是耳后的位置头发 深一点 顺着头发 多去掉一些量 然后再取出一片 两个发片 搞定 哎 这个地方 明显看到它瘦了 那明显看到它瘦了 那耳上还有并角这个位置的头发 同样的 明显看到瘦了 你觉得这样操作还不够直接 你可以去分出来 甚至它法根或法干的位置进行点击 然后再次拿走 让它变得更瘦 更收 刘海区域头发 同样的 让它产生通透感 那这边呢 是如果说侧分的话 这边是小片这边 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多拿走一些 看起来轻盈一些啊 好 去完量之后呢 是效果是立杆见影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 那这些轮廓呢 我们如果觉得 觉得它有点厚了 我们也可以进行点减 或者觉得哪个地方 它法基线不规则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点减的精修 进行一个调整啊 那不建议大家 不要把切得非常齐 那样的话会偏向于 比较硬朗的一种印象 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会更偏向于柔和自然 圆润一点 所以说呢 给它去精修的稍微的整齐一些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给它切得很平 反而这种的效果会更加的生活化 更加自然一些 实用性会更强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去给它切短了啊 我们就保留这种外轮廓碎尾的这种效果 那现在我们的后部外轮廓 它是一个半圆 或者甚至是偏方的效果 那我们生活当中 有可能也会经常看到 两侧会比较圆的这种效果 那那种效果是怎么去的呢 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 就会给大家分享到 我们今天呢 还是以这种BG技术 以它的结构的一种组合方式 然后去给大家去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剪的这一款呢 简单总结一下 长度呢是1比1.2 整个重心落点呢是3比1 整体呈现的是BG技术 呈现斜度不同 斜度越大的越硬朗 斜度越小越自然越柔和 相对的这一款 会更加实用性更高一些 好吧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发行的效果